爱新觉罗西洽,日本新华时第一个投降鬼子做卖国贼的中国官员,爱新觉罗西洽自革,明公元1884年,生于沈阳满足正兰其人,其父曾任沈阳公布主事,因其伯父,赫林二十三岁并莫无后岁过继给其伯父为寺,由于西洽有皇家贵咒的家庭背景,又从小,受到中金报国的思想教育, 岁已报校大清,为己任立志气文学武,岁赴日本就读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骑兵科,于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任黑龙江都军工,属参谋和军马牧阳厂厂长,后经介绍到广东省长公属任资役,数年,1919年初,张作霖,在沈阳开办东北讲牧堂,特请回西洽聘为第一任,教务长由于西洽智学有方, 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和尊重,后改任东三省秦岳,实属参谋处长等东北军高级军官,成为吉林军政首脑,张作相手下的第一人,因为西洽在日本流过学收日本,影响挺大,因而对日本的态度也非常亲近,而西洽也有意借用日本力量,达成复辟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时, 西洽放任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一切吉林官民政务,在日军进攻吉林时他便与日本合作,并且出任为吉林省长官公属长官还发布声明, 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918事变的爆发也意味着日本侵华的开始,于是爱心觉罗西洽成为了日本侵华时第一个投降鬼子作卖国贼的中国官员918事变后不久,西洽认为复辟大清的时机已到,便马上托以老罗振誉从东北专门到天津, 上承给溥仪一封劝禁表,让溥仪来东北复辟,重新建立大清1932,满洲国建国之后,西洽出任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1934年, 出任财政部大臣1936年溥仪称币后,转任供内府大臣成为溥仪身边可以依靠的众臣西洽这人是出名的好色之徒, 绰号叫西生子他结识的女人不计其数,其中和一个叫大老徐的女人摆得火热,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藏之金屋, 做了他的一太太,因为西洽为人生骨不信容不了人,还刚毕自用执拗不信不甘居人下,听人摆布。 所以他虽在为满做了高官,但一直以来颇不顺心也品出了做汉奸,卖国贼的滋味不大好受, 加上他心中复辟大清的计划又夭折了,所以除了纯九富人而外, 经常在家以赌博消遣岁月1945年8月7日,日本的五部带松本城飞机, 由长春到通话,向溥仪报告日本投降的相关情况,并决定由溥仪在有参议和大臣参加的会上, 发布退位照书当五部带松本,告诉溥仪日本天皇投降时西恰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在座的人都被他笑愣了为马州国四巨头之一的遭事意,从旁用胳膊触他时才不,笑了五部带松本问他, 你这是在幸灾乐祸吗?西恰听后笑而不语,气得五部带松本七恰生烟, 其实西恰哈哈大笑这一举动实属反常,因为当年是他把溥仪拉上台, 并把张作相留下的公款拿出十万元大洋送给溥仪以表忠心, 他在这样场合发笑真色是莫名其妙,二战结束后西恰被苏联红军逮捕, 并解压到西伯利亚,1950年西恰,与其他维满洲国官员被引渡回国, 不久便并故于哈尔滨的战犯管理所,了解了他这座汉奸卖国贼的无耻人生,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теперь你是否嗎? 是否这是一个公表的理由? ak 为什么我们地观看 signed跟从障 suas眼镜前来在为佛谛的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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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 THAT维 fметrov料 成份预争圈是什么可能做人的吗? 也 factor仰现在还是不要对对。